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想就没 开展 这个猪耳朵上面还有些没有清理干净的猪毛 咱给它拿火烧一下 咱在院里刚切出来的水管 今天是第一次用 这二师兄有福了 咱把猪耳朵凉水下锅 来点料酒 把耳朵焯一下水 咱把卤猪耳朵的配料准备一下 切点葱姜 再准备几个干辣椒泡水 八角香叶 山大丁香 草果拍破 甘草 小葷香 花椒 沙林桂皮 可以了 猪耳朵咱焯好了 把它捞出来 放到冷水里 咱把焯好的猪耳朵清洗干净 大伙看 我发现有两只猪耳朵上面有孔 大家看一下 难道说二师兄去泰国玩了 回来之后带耳环了 洗锅 咱倒点食用油 先炒个糖色 这个糖色炒到大范围的起泡就可以了 好的 倒清水 炒好的糖色盛出来备用 锅里再来的油 把葱姜辣椒倒进去 然后咱把葱姜还有辣椒 小火就给它炸香了 可以了 倒清水 咱把糖色倒进去 再来的生抽 老抽 放入佐料 一二三四四这猪耳朵放进去 好嘞 再来的食盐 兄弟们 二师兄的耳朵 咱已经卤上了 开锅之后 卤二十分钟 不能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了 猪耳朵没有嚼气的 不发脆了 大伙现在已经卤了有二十分钟了 但是咱还是不能着急吃 我现在把锅端下来 然后让猪耳朵 在汤里再泡上它半个小时 更入味 咱切点两半猪耳朵的配菜 切点葱丝 再切点香菜段 可以了兄弟们 咱现在把猪耳朵盛出来 咱现在切猪耳朵 我准备切两个耳朵就行了 那两个给老爷子送去 让他下酒喝 来一点生抽 再来点陈醋 再来一点白糖 开饭了 同志们 来 整上一点 按说这个猪耳朵 再来点辣椒油 再来点红油 或者蒜蓉 味道更好 但是奈何这几天嗓子不行 所以咱就今天不放了 来吧 不说了 该吃 炖着这个时间点正好 吃起来特别的脆性 一点都不过 来 整一口 就这俩猪耳朵 我估计 来整一瓶 有点吹牛 大伙听这个声音 干崩干风脆 干风脆 大伙看这颜色 就是看起来 感觉有点那种 晶莹透涕的感觉啊 好吃 是真好吃 来 这个猪耳朵 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就因为啊 这个猪耳朵啊 它的结构 结构是 外表是一层 薄薄的猪皮 然后呢 中间是一层 软脆果 嗯 口感 吃起来 哇 真是感觉 非常的美啊 这个猪身上 有三样 正方的虾酒硬菜 第一呀 就猪耳朵 猪头肉 还有一种 猪尾巴 这个猪尾巴 还有 更好吃 改天的整个哈 行了同志们啊 今天啊 就到这吧 我呢慢慢的喝 趁住气 今天啊 咱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